为啥朝鲜和韩国那么痛恨日本 因为历史上日本曾经多次入侵朝鲜本党 1592年日本带了十几万兵马过来 明朝帮助朝鲜一起抗敌打退了日本 五年之后日本又卷土重来 这次他们准备吃足 第一步就是设计陷害了朝鲜战神李顺臣 李顺臣是朝鲜水军体督 水上作战能力极强 李顺臣含冤入狱 朝鲜水军瞬间被日军歼灭殆尽 朝鲜王未逼无奈 重新证明李顺臣为统治公 李顺臣带来重伤 收集朝鲜仅称的12艘战船准备抗敌 而在他们百里之外 近300艘日军战船正在集结 接下来将会进行朝鲜引以为傲的著名战斗 大家好 这是舞蹈电影 我是老吴 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口碑爆棚的韩国战争片 明凉海战 真岛上朝鲜剩余的水军将领正在进行紧急商讨 裴夕刚打了败仗 损失水军十万人 然而这货厚颜无耻 挣着官钱在这里大喊大叫 倭寇马上要攻过来了 统治公准备怎么打呀 你们这群吃干饭的 就不会下点计谋吗 李顺臣对这货忍气吞声 因为裴仙还是朝鲜王派来的 朝鲜那边还没有商讨出可行的计划 日本这边已经在安营扎寨 跃跃于世 日本首领藤堂高虎顶着成亮的脑门 对朝鲜领土他志在必得 他们还在等一个人 一个可以称霸海洋的人 那就是 啊不是这个 是这个 一个打扮得像松氏一样的家伙 他叫莱岛通总 善良海战 是专门针对李顺臣来的 莱岛是日本方的得力干将 打起海战相当省用 不过对于藤堂高虎来说 莱岛是来抢功劳的 因为300多艘战船 对打12艘战船 四个人都能赢 连外势力多少人不合 这也算日本最后战败的一个原因 不过再怎么说 以当时的局势 朝鲜想赢日本一场战斗 简直比登天还难 李顺臣重组残军 准备和日军决一死战 然而朝鲜王学下令 让李顺臣回归都城 改成陆军 李顺臣直接气到吐血 这可是亡国之事啊 忽然太子来报 日军已经集结了200艘战船 沿路烧杀抢掠 如果不加以阻止 很快就会攻到都城 所以李顺臣这边的海上要道 更加不能放弃 如果日本海陆两军 同时到达都城 那朝鲜就完了 他让探子继续去侦查 务必要联系到日军的卧底 探子有一个哑巴媳妇 临走时给丈夫送了一个护身符 男人摇摆船江 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晚上李顺臣的儿子问父亲 打着上仗毫无胜算 那个昏君还一直想杀你 你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李顺臣回答说 将必从军 君必从民 这个真的是历代忠臣所信念的东西 日本这边 两边一五会有之后 大成合作协议 毕竟还有日本陆军正在进攻 如果被陆军首先打到都城 他们水军什么功劳都没了 两军会战 以不战而去人之兵 奉为上策 来到沙利奥大批俘虏 然后把他们的人头 送到李顺臣这里 晚上朝鲜这边又发现一个逃兵 抓回来哭上着 自己可能要死在这里 说的动情动力 不过现在不是听你讲故事的时候 那人说完 李顺臣一刀斩了下去 军令如山 饶乱军心者 自当军阀处置 日本方一个劲的骚扰 李顺臣这边绞尽脑子 想防御计划 李顺臣找到当地的老者 询问周围的水势 这里海峡既浅又窄 水流十分团急 所以必须以龟船为先锋 撞开敌军的阵营 龟船是李顺臣的发明 那是他的制胜法宝 晚上李顺臣因为失去太多将士 伤心到惊声恍惚 这时忽然有人前来行刺 冲杀过来知取李的姓名 幸好李子保护即时 李顺臣才侥幸生还 李的姓名保住了 可是他的龟船没了 一般大伙烧光了李顺臣所有的希望 这三人是叛徒裴歇 裴歇乘船逃走 在海上大喊着厚颜无耻的话 李顺臣的副手一发精准的远射 秒杀这个叛徒 另一边 探子来到日军地界寻找街头人 陆一窝寇追杀同胞 他忍不住出手相助 结果被敌军发现 探子赶紧脱去外衣 混迹到人质队伍当中 此时一名日本兵路过 这就是李顺臣在日军的卧底 探子被抓 卧底找到被救的村民 最终把敌军信息传递到李顺臣手中 情报显示 敌军明早出兵 船舰约有330艘 另外附带还有敌军将领的信息 李顺臣看着变幻莫测的漩涡 心中有了主意 日本这边也收到指令 准备连夜进攻朝鲜水军 来到也准备好了秘密武器 是要拿下李顺臣的人头 敌人马上就要攻过来了 将军们看到地图上的一次阵营 心中无数个问号 这种摆阵不是作死吗 安慰带着大家找到李顺臣 请求新的作战指令 他们认为明天的应战就是自杀 根本没有赢的可能 连将士们都这么认为 那士兵们的心里可想而知 李顺臣并不回答他们 而是下令把所有人员招到债前听令 然后他直接下令烧毁所有宝物 士兵们都傻了 还没打仗想把自己家给烧了 所有人都慌了 只有李顺臣坚定的激励军心 这是破釜沉舟之计 利用士兵们的恐惧 把所有潜能都激发出来 没有后路 打赢了房子再修 打输了国和家就都没了 军人绝不动惧叛和逃避死亡 一时间火光四起 他们明天的命运如何 无人知晓 这天晚上 所有的将士们彻炎难眠 第二天清晨 李顺臣败过母亲的排位之后 登船统领全局 朝鲜的武僧也前来支援 在日军安排的卧底也回归阵营 李顺臣检阅完毕 登上高台 全军出战 战鼓敲响 船舱的船夫推动船甲 12艘战船陆续前往战点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战船一直排开 士兵填充炮弹 除了士兵之外 所有人都在船内滑架 水流太急 只有拼命向前 战船才能保持平衡 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敌方来袭 他们远远地看着 忽然骑之断裂 是不祥的征兆 紧接着前面轰隆隆一片忽明声 是日军300多艘战舰同时驶来 不需要任何音乐 黑压压一片船只 压的人喘不过气 看到敌方这种阵势 其他战船忽然撤退 只留李顺臣一直起焰顶在前方 李顺臣顾不了那么多 放下船锚 下令准备白刃战 来到看李顺臣 孤船一只 直接下令敌对进发 号声响起 第一批日本水军浩浩荡到哪儿来 李顺臣这边 准备火冲 吊转船头 逃出大炮 日本是火冲手 朝鲜是神机舰 双方叙事待发 日本首先发难 意外之火冲直打船身 李顺臣看准对方距离 日军进入团结的水域 船身不稳 李顺臣直接下令开炮 大炮连射 一个个炮弹喷涌而出 只把迎头的几艘日军战船 击得粉碎 日军还击 朝近方有些取伤亡 一侧的炮打完了 吊转船头继续跑红 日军前进的船被击沉 挡住了后船的去路 安治曾经和李顺臣交过手 深知李顺臣的厉害 恐惧不分彼此 对方一样会害怕 来倒不管这些 直接下令第二队进发 这次的日军战船比第一队更快 李船很难瞄准 李下令砍掉毛绳 让船漂流到穴岛 那里的水势更加湍急 眼看敌方就在眼前 副将拔刀准备白人战 日军先是火力压制 然后快速向李船靠近 然后一根根绳索飞钩过来 像寻强盗一样 大喊着冲杀过来 可此时忽然炮门大开 一波炮击把第一批敌人 轰得粉碎 这还没完 日军后续战船赶到 一个个疯子一般 往李船上扑 白人战开始 叫喊声 兵刃碰撞声 响撤海面 近距的战斗是最最惨烈的 日军战船把李船团团围住 把朝鲜士兵四面撕裂 忽然一名朝鲜兵 受不了这场面 拿着火把点燃了火药 引起巨大爆炸 李顺臣晃晃悠悠爬爬起来 告诉副将不要慌 按计划战斗 紧急着大炮被丢进船舱 船夫把所有大炮聚集起来 朝准一个方向 一声令下 所有大炮齐发 前面的敌船被震开 炮火声响彻天空 所有人都以为李船城完了 结果李船打开了缺口 获得重生 主舰还活着 船上的士兵兴奋到极点 大叫做杀光这群倭寇 士气大涨 日军纷纷被推入水下 船上的村民也大喊着要去帮忙 部分战船受到士气鼓舞 终于下令回归战线 战斗持续了几个时辰 穴岛水势发生逆转 来到以为李船城是在保护穴岛的优势 不给李喘息的机会 直接主舰一起冲杀过来 李船城下令 升起季节信号棋 结果士兵刚一上台 就是一个暴投 是敌方的火虫狙击手 超远距离仅凭肉眼瞄准 也是厉害 李船城看出闪光点 直接搬来大炮 以炮火为掩护 让季节棋顺利登顶 狙击手作战失败 开始改变目标针对李船城 眼看猎物就在眼前 忽然一只神剑直飞过来 狙击手左眼被击穿 几个翻滚落入水中 是安将军 他是第一个回来支援的战船 李船一路靠向穴岛 来到的主舰也紧追了过来 另外 还有一辆小型战船正在悄悄靠近 李船城下令火箭射击 可敌船表面是淋了水的草舵 主舰上已经没有炮弹 他们只在船舱内发现了一发雨雷 精准的一炮射中敌船 内部俘虏的枷锁被打开 探子俊勇也在里面 他发现了提军的目的 撒下火药提醒李船城 俊勇爬到船上想要改变方向 结果被日本士兵重伤 关键时刻三发神剑救下俊勇 船舵被锁住 他已经没有力气改变方向 临近的朝鲜船都在遭受攻击 无暇顾及主舰 还好俊勇的娘子出现 俊勇用刀指着临近的朝鲜船 事宜要让他发送信号 娘子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最后他犹豫再三 解下一代全力挥舞 大叫着想要引起注意 岸上的村民也学着样子 向其他朝鲜船发出信号 终于临船发现了日军的自插草船 炮手找准娘子的高度 一连串的炮弹过来 草船被炸个粉碎 大量的火药形成剧烈爆炸 不过还好 主舰仍在 来到看计划不成 主舰直冲过来 进行最后的攻击 此时水势发生变化 水中形成超大漩涡 眼看双方就要撞上 结果一个闪神躲了过去 两只主舰在漩涡中不断旋转 最终碰撞到位置 又一波白人战开始 双方进行最后的搏斗 日本后方的安智 和朝鲜方的几个将军 为了自己的利益 都没有进行支援 船夫全部登台 双方拼进了所有的力量 李盛辰远的看着 七艘朝鲜船 就是不来支援 来到大叫李盛辰的名字 准备冲杀过来 忽然远处一艘战船袭击 是朝鲜方又有船来支援了 来到的船 溅入漩涡无法动弹 他深知日本方的友军 是不会来了 提着50刀 跳向李春成的船 一路砍杀 结果被朝鲜的卧底拦住去路 来到身中数舰 依然大喊着要杀掉李春成 李春成并不畏惧 等对方冲杀过来 抬手一刀斩杀来到 所有人都沉默了 此时安置战船吹响号角 一大批之军再次靠近 李春成和他们的将士们 已经拼尽了力气 而且主舰还在漩涡之中 船体撑不了多久了 正当大家绝望的时候 一条条挂钩 勾中船身 崔明明承载十几条渔船 全力要把主舰拉出漩涡 身后最后的几只朝舰船 也受到鼓舞 全部前来支援 安置发疯了一样 要冲过来 抢杀李春成的人头 李船从漩涡中挣脱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退去 而是下达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指令 冲杀过去 用船身重击敌军 一艘艘战船碾压过来 日军被撞了个措手不及 安置大败 腾堂高虎看到来倒 和安置的结局 直接下令撤退 明亮海战终于结束了 李船人带领残军 完成惊天大翻盘 幸存的船夫和师民们 躺在船舱内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岸上的村民纷纷下跪 以表感激之情 然而明亮海战 只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日军进攻的步伐 并未停止 李船人看到逐渐平静的水面 忍不住担忧之后的战事 事后再谈起明亮海战 李船人把胜利都归功于百姓 李船人教育儿子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也是胜利的关键 如果没有百姓 把他们救出漩涡 战斗是不可能胜利的 片尾有一个彩蛋 一圈日军飘落在大海上 迎面一艘巨船靠近 静静一看才知道 这就是李船人发明的龟船 船身不满力次 龙头伸出 一发炮火 准备吞噬海面的一切 自此电影结束 这是由历史改编了一部抗日神剧 李船人以少胜多 堪称神技 一直被朝鲜视为民族英雄 历史战确实有这么一次大战 也是朝鲜抵于日本侵略时 少有了一次胜仗 不过据资料显示 李船人打赢这次战之后 就即刻后退 把明亮海峡的要道让了出来 因为实在没能力守住第二次进攻 日本最终达到了战略上的胜利 不过明亮海峡的胜利 也极大鼓舞了朝鲜军的士气 这在当时战场上也是至关重要的 影片夸大了李船人的功绩 把英雄人物的能力捧上天 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民族英雄 有些网友吐槽电影夸张程度有点过 比如说日本狙击手的精准射击 海面上通过肉眼瞄准数百米外的目标 外加船的福利和海峰的阻力 这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还有安慰那只千步穿扬的超级神剑 另外还有 探子俊的娘子是如何明白俊的求救信息的 这些都算是巨型小bug 不过这些bug 必不影响整部影片的质量 看的时候 我还是被电影中 畸形澎湃的战争场面所感染 忍不住想到 啥时候才能搞出这种高质量的英雄电影 影片全盘都在给最后的海战做铺垫 在白人战的时候 把观众情绪推荐高潮 电影的战争场面确实还薄 但当我第三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的重点放在了来岛通总 和李顺臣两个人物身上 两个人都是各自国家的大忠臣 忠臣受到民族的赞美 历史的铭记 但是大部分忠臣的结局 都不那么美好 要么含冤入狱 要么被排挤至死 或许这是影视作品的特异表现 搞得历代忠臣 好像都没有好下场 我历史不怎么好 希望有同学可以帮忙科普一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聊丽颖 聊更多好看的电影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